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有美感,有故事 中学生Podcast给你无限可能 一言一行,共同心愿 学做好公民,你我皆有本分 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新的一期《学做好公民》 今天将继续陪伴大家 一同探讨新的社会与公民议题 我是主持人苏万里 现今社会,很多人开始追求 环境卫生的程度越来越高 但却不想要动手清理 因此就有了女佣、清洁工 但人们不但不感谢他们 反而对他们抱有厌恶、恶心、鄙视的态度 这让政府想到了一个政策来应对这种情况 所谓教育要从娃娃抓紧 因此政府决定以厕所清洁来达到目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次节目,我们有幸再次邀请到嘉宾 李英勒老师与我们一同探讨今天的主题 《倒在史庙厕所教育的本质》 英勒老师是现任 卫生是你我都要维持的、照顾的 早前教育部所发布的厕所清洁政策 是为了让学生学会爱护环境 但家长的态度却出现了两极化 一方是支持,但一方是反对 今天我们将于老师一同探讨这个课题 这些反对的家长都会有一种概念 就是这些清洁的事宜都是比较低等的工作 其实大部分的人也都会有这种思想 但是为什么会抱有这种鄙视的态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还是回到一个 我们的物有的思维这样上去 什么思维呢?就是但凡是人 但凡是人他都不会喜欢 自己的双手去触碰无碎之物 这是肮脏的东西 来,我问这个问题 听众们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你们平常自己洗自己家里的厕所的时候 会觉得脏吗? 好,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觉得OK的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换个角度 今天你洗的不是你自己的厕所 你洗的是别人的厕所 你还会觉得一样的感觉吗? 假如你觉得你洗自己家里的厕所 你不觉得脏是合理的吗?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在用 可是今天如果叫你洗一个陌生人用的厕所 那你可能心里就会恶硬,对不对? 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了 那这个问题来到学校叫学生洗厕所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加深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点在于说 你今天你不只是洗别人的厕所 你洗的是好多人在用的厕所 一个学校少说几百人 大型学校可能千多两千人 那在如此多人频繁使用反复使用的情况下 它的肮脏程度是一定是很高的 那你自己洗自己的厕所 尚且可能有些人觉得脏 更何况你洗很多的不同的陌生人使用的厕所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 那其实老师对这个教育部所反复的这个政策 真的会帮助到学生们去理解到 我们保护环境是我们自己要去行动去做的吗? 我个人相信会 但是这还是回到一个问题是说 要看教育部它会用什么方式做 因为如果教育部假如它有颁布一套SOP 举个例子 比方说 安排这个 跟你说学校如何制定轮值表 Let's say 轮值表 或者是说怎么去安排不同的班级 可能OK 比方说这个block 由这个楼层的学生去负责 那一个block 由那个学生的楼 那个楼层的学生去负责 那执行之后 有没有一个执行前的前导教育 比方说说明这个缘由 跟他们说这个 清洗厕所的这个方式 以及学校是否有办法提供 足够的这个清洁用品 比方说手套基本上手套是一定要用到的东西 而且手套它一定是消耗品 它是需要大量消耗的 还有比方说这个拖把 这个洗厕所不是需要一种 那个质地比较硬的这个刷子吗 那还有包括 比方说这个厕所用的清洁剂等等 教育部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方案 就是说OK 每个学校学校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有一个清班是需要准备的 然后让学生去使用 这个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觉得说学校应该 要去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 它不是说今天我跟你讲来堂课 你就可以欣然的接受洗厕所不肮脏 对吗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教学 你要一直反复的灌输 反复的跟他们讲 为什么要自己洗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来稍微把话题插开 讲一个别的东西好了 也是跟清洁有关 最近我们学校呢 就有这一个老师带领 这一个学生去这一个 波德森做户外教学 那户外教学的路上呢 就有安排他们带着这个垃圾袋 去捡这个这个山林里头的这些垃圾 你想想其实一般上你看到地上的这个垃圾 你把它捡起来 它不是一件 肮脏到不能忍受的事情 它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工作 但是学生他连捡垃圾都已经开始觉得肮脏了 那更多话你叫他洗厕所 所以我觉得是要矫正这个心态是需要很 长的时间的 而且教育部包括学校可能要考量到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的组成 比方说乡村的孩子可能比较偏乡的孩子 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觉得说在家里要清洁这些东西是很合理的 那这些孩子在教导起来会相对的容易一些 那如果来自一些大城市的一些家庭 那这些学校他们的孩子如果可能家境也比较富裕的 那有一定程度可能他们家里会有佣人会有帮佣 那如果你在教这些孩子的时候 它就变得比较困难 你要跟他们讲这个洗厕所的重要性的时候 会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有可能是比较娇生惯养的 有可能父母自己也不洗厕所 都是交给别人来洗的 那你怎么期待他的家庭教育可以 就是帮他做一个思想上的这个准备呢 所以其实换言之 其实学校在做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是在帮家庭教育分担 因为洗厕所本来就是家庭教育应该要做的事情 今天教育部推行这个政策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他就是正在做家庭教育应该要做 但是没有做到的部分 那总结的时候 刚才你说这个政策有没有办法有效帮助 他们去就是爱护环境等等 我个人觉得成效是要放很长远去看了 他不是一个你做了一年两年马上看得到结果的东西 他是一个可能要10年20年才看到的 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小时候会帮忙 就是家里会需要我帮忙洗厨房 洗后面的这些洗衣间等等 你当下做的那一刻 你可能会抱有许多负面的感受跟情绪 因为你一定会觉得很脏 可是当下如果你没有做 你就没有办法在未来反思回去 然后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现在教育部清洗厕所的政策也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期待学生当下在做的时候 对于这个政策是完全抱有正面的感受的 他是一定当下一定是觉得很肮脏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做 他就没有这个体验 也就是说他不会在未来10年20年后 回想他不会有那一个反思 我觉得教育部看到的应该要是看到比较长远一点 这个政策绝对是正确的这个方向 了解 因为如果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现在开始做企业的话 会觉得说是一种负担或是一个麻烦来的 因为学生还要自己抽时间出来去弄 所以可能会导致有些学生会觉得好像 这个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是自己的 然后需要自己来去做的这个东西 那他就可能会消极带工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其实他会真正学到这个含在里面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子看 其实马来西亚不是唯一一个在做这件事情的 我举个例子 日本就是学生自己会参与这个厕所的清洁的 当然他的这个实施程度的 以及实质的这个深度跟广度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查不到任何的资料 但我知道确实日本有一定程度 他们学生是有参与厕所的清洗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日本被人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干净 整个工名素质就不一样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说 学生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负担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这个既定的概念 他觉得本来就是工人做的 本来就是校工的工作 OK 所以如果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要传达一个概念 就是说今天不是要请你帮忙去做 校工该做的工作 今天实际的情况是 你要去做回本来是你应该做 但是校工帮你分担了几十年的工作 这个清洗工作本来就是大家应该分担的 爱护学校大家都有责任 那这个大家就是包含师生都要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传递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在实施的时候 他应该是会有老师带着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到如果在小学没有老师带着 他会变成这样 学生在里头玩水啊 吸戏啊这种情况 所以他一定会有老师一起带着 那理想的情况是呢 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动手做 而不是老师站在旁边看 然后指指点点跟他讲 哎你洗这个地方 你洗那个马桶啊你冲水 那如果老师只是在旁边 呃做 那只是在旁边只讲 然后没有做的话 学生一定是 会有这种负面的这种感官感的 像这个老师如果可以动手一起做 我觉得是最有效果了 那至于说这个学生的角度来看待 他觉得这一个呃工作会不会变成一个负担 你刚才题目有我提到一个观点之负担 好那我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呃 今天我我会想要带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其实呃我看到很多的访谈啊 都在讲呃这是很多家长了 很多家长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会提一个概念 就是说呃学生来学校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呃做东西的 那其实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如果你你这样子思考 你就等于说把洗厕所当做是纯粹的工作 你不认为洗厕所有呃他的教育意义 可是今天洗厕所本身也是可以学习的 今天如果呃 假如实施这堂课的这一个 这这堂这个政策的这个学校是高中 那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些其他学科的东西 比方说让呃高中的同学知道 ok呃为什么有一个厕所的这个污垢 特别难清洗啊 它涉及到的是这个呃化学的知识啊 特定的这些肥皂水 它的这一个呃酸碱度啊 它的强弱等等啊 或者呃你们知道比方说这个呃洗马桶的这个肥皂啊 它用的这个化学组成跟你洗 比方说洗这个苏洗台啊 洗地面的肥皂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一个呃我们的人体的尿液啦 我们的这个粪便的这个呃污垢 有些它的结构比较顽固 尤其是这个马桶啊 一般上是这个呃 类似瓷砖的这一个面的话呢 你是需要用特殊的这一个呃 溶剂啊 特殊的这个solvent去溶解这些污垢了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校方可以自主的去结合这个学校的这个 学科的专业知识啊 比方说化学的知识物理的知识啊 那难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现场吗 现在其实呃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说华文读中呃 都在谈这个跨领域学习对不对 就是不同学科跟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一个呃 知识可以互相跨越 那其实这件这个实践的方式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你可以让学生去学到很多课堂上面 学了却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的知识 那它不应该会是一个负担啊 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这一个机会啊 如果你问我的话 那呃 其实有该的讲到是 学生对这个厕所其实是有一种呃 厌恶的感觉 那其实可以转换一个场地嘛 比如说呃 我们学校的篮球场啊 呃 之类的地方 让他们去打扫清洁 这样会不会呃 呃学生会比减少他们的烟雾感 并且他们也可以学到这些知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呃 个别的学校的情况不一样 像比方说这一个我知道一些乡村的一些 小学校啦 这些片比较偏乡地方的学校呃 呃他们就是没有没有这个学校没有能力请很多的校工的其实 你讲篮球场的这个篮筐坏了 你要请厂家来维修吗 哎 动辄千多两千块 最少也要百多两百块 那学校没有能力负担 那什么呢 我知道很多其实是学生自己自主自自动自发的 那比方说这个食堂的这些呃吃了啊 呃呃脏脏啊 谁是骂坐谁去骂这个桌子呢 我知道很多小学我去看过一些小学 他们真的是学生本来就是被安排要去骂的 那包括说这个每一周会安排这一个学生去扫这一个呃 可能说呃走廊啦或者是这一个呃一些地方的这些呃这些原本在大城市会由校工来做的工作在很多学校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做的我举个例子哈 在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是20我六年级的时候是2002年啊 ok 我就因为呃跟一个同学呃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动自发就两个人每天早上拿着一个扫把就去扫我们的这一 一个楼层的这一个走廊跟楼梯 然后也没有人觉得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你知道小孩子爱玩就会聊天聊天的时候就反正聊天也没有东西做我们只不过是选择在聊天的时候顺便拿烧把去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就因为这样就被学校表扬然后拿到一些有了学校老师就给你一些礼物啊等等的反正这是一种嘉奖啊 所以呃我觉得就是你说比方说呃食堂啊礼堂这些东西的卫生应该本来就是在做这了应该不需要成为这一个厕所清洁政策的一个替代方案啊这样子说他们本来就应该会去负责这些东西 只不过说肮脏的程度不一样给学生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深刻的程度也不一样啊 你叫他去真的去洗一个厕所呃让他去真的去感受一下啊他才会他才会知道说应该要爱护这些空间 还有一件想到是呃有一个英国有一个报导 我就觉得这个报导如此的好笑也如此的熟悉哈 来呃各位听众你们可以呃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人的习惯是这样啊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啊不敢在学校上厕所的 尤其是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也会憋着硬是要憋到回家才呃上厕所 我我我我看到英国有这个报导就是说呃他们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原来是原来西方人也会这样我们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因为我我我我身边有一些一些状况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些朋友就是讲说他从来从小到大不敢就学校上厕所 那可能听众你们也会有一些人是这样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家里的厕所比较干净学校厕所很肮脏我们不敢用对吗 那为什么我们不敢用因为他肮脏 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反推回去的话我们不应该让学生去做哦我我自己在洗厕所的时候我一定会洗的特别干净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要用他啊我要用他我就会把他洗到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啊 啊这样我觉得这个教育意义也是很好的让他们知道说平常家里的这个洗厕所的工作可能是爸爸妈妈帮忙做 可能是工人帮忙做现在到你自己要做的时候你才知道平常自己多么的没有没有照顾好啊多么的肮脏 嗯 我举个例子哈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呃我现在任职的学校福隆中华中学我们有非常多的宿舍生 呃 呃弄得把厕所弄得啊那他们自己也是负责把这个厕所洗干净是一个责任感的培养啊 其实我们学校最近也是有想要办这种类似的活动 但是呃方向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他们会认为说厕所清洁的话会对他人有这种隔阂 或者是他会对这种厕所抱有一种恶心 会觉得厕所很恶心的态度 所以我们学校是说讲要把地方换成其他地方 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会大大减弱他的那个推广程度 或者是他真正要教学的程度 他不实为一个替代方案 但是问题的核心还是一样的 到最后你都是要去推动的话 为什么不如一开始 我跟你讲你换成洗别的地方 家长都会有意见的学生都会有意见的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个人家里是会去洗厨房 或者说你们有看过你们有没有看过餐厅的厨房 或者说food court 的厨房 是很肮脏的 是比这一个家里厕所肮脏很多倍的 如果你举的例子是学校的食堂的话 食堂的清洁工作完全 不比洗厕所来的容易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很熟悉各大F&B的厨房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知道如果你叫学生去洗食堂 清洁食堂的食堂其实还要来的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油垢 因为油脂还有烟油烟长期会熏到这个厕所的墙壁 是很难刷的 那个油烟它有水蒸 它这水蒸气夹杂着油垢呢 夹杂着空气的灰尘 以及这个墙壁上本来的灰尘 它会形成一股非常肮脏的东西 比厕所难洗十倍以上 如果你问我的话 所以如果要这样做 不如就让学生洗回厕所更好 而且厨房还很危险 如果今天上课的时间 这个厨房都在 因为厨房它不可能关掉 专门给你洗了过后才运作的 厨房都是 但凡学校在上课厨房都是不停的在煮东西 有大量的油炸 大量的水滚 蒸笼一直在蒸汽在这边运作 其实它还来的危险 我觉得不如就让学生回到厕所 好好的把个人的卫生先做好 那个我觉得更有教育意义啊 这样也了解 那谢谢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对环境卫生的课题 有更深度的了解与看法 很快节目来到了尾声 播放平台可在中学生官网 及Sound on收听 再次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 我一听 深深入心 今天你是否又离好公民更进一步了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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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